欢迎各位朋友再次回到海洋之窗的节目 我是郑修科技大学的方立行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海洋大学的讲座教授 李建全李教授 他刚刚提到了我们从来很少真的去看到 但是生活在中间的渔业政策中间 其实非常的实物 也很少有传统的教授们可以谈到像您这么深入的一个渔业政策的改变 可是你还是要带我们进入新的一个渔业世代 新的一个海洋世代 那我不知道您的这个对这方面的展望或者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在21世纪我们必须要有所改变 除了在思维上要改变以外 我们要用思维来带动行动的改变 那台湾的渔业基本上我们刚刚谈过分了三个大类 一个是远洋 一个是岩境海 一个是养殖 那我提出的一些观念上的改变就是说 我们的远洋渔业必须要做一个所谓的典幻转移 典幻转移 什么叫典幻转移呢 过去我们海洋渔业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公海是捕鱼的自由的 这是海洋的四大自由之一 捕鱼的自由是一个公海自由的之一 那另外就是说很多人认为海洋渔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 其实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发现海洋渔业已经面临到很多 鱼种在消失 鱼类的租群量在减少 换句话说鱼也必须要有效的管理 不能从过去的所谓的竞争型的 Olympics Olympic式的这种竞争式的捕鱼 是要回到所谓的管理式的捕鱼 那这个里头我们提出的一个想法就是要典幻转移 要从过去的放任型的要变成管理型的 要从过去的没有规范的要变成有所节制的 那这些呢台湾在2005年受到ICAD的制裁以后 台湾已经自我还行 然后提出很多管理的措施 这些措施呢已经让大家能够体会到台湾的远业的确已经改变了 我们成为全世界远洋渔业的模范生 我们在所有的国际渔业组织里头都会被提到说 台湾已经是一个渔业真正的先进的国家 这是远洋渔业我们已经做到典幻的转移 那在严禁海渔业呢 我们会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渔业资源的固结 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就是台湾有多少渔业渔业是依靠这些渔业资源在过活的 如果我们用限制的方式 我相信他们很难谋取其他的生计 所以我们对严禁海渔业的这种改变呢 我们称它为角色的转移 什么叫角色转移 就是岩岸渔民它不再只是在捕鱼 它应该改变它的角色 变成海洋的守护者 我们有很多岩岸的保护区 那政府可以雇用这些渔民来做些保护区的管理跟守护 另外很多渔民呢 它可以从捞捕型的严禁海的渔民 变成观光型的严禁海渔民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娱乐渔船 我们有些海钓船 这些呢都是从那些捞捕型的鱼类 渔业的作业行为 改变渔民的角色 它可以变成一个导游一样的 可以带人家去赏金 可以去海上的做观光 然后呢可以让大家去资源保护区 去了解我们资源保育的情形 也可以到海上向往 去看看海里头怎么养鱼 那这些都是盐禁海渔民角色的转移 这种角色转移会让渔民得到它应有的生机 同时又兼顾到鱼业这年的保育 至于养殖鱼业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大家都认为养殖鱼业可以提供我们最廉价的 动物性蛋白质 但是台湾最近几年来生活水平提高 除了动物性蛋白质的需求以外 从养殖的鱼产品 我们可以产生很多不同的所谓的产品 包括我们可以用无锅鱼的鱼片 去做鱼鳞的胶原蛋白 这个胶原蛋白就可以作为我们美容医疗材料的使用 那像这种把传统的鱼产品把它价值化 把它的产品的价值提高 都是产品的转移 所以我们刚刚谈过圆娘鱼业是所谓的典换的转移 炎进海鱼业是渔民角色的转移 样子鱼业是产品的转移 那在产品的转移里头 我们要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像无锅鱼用它的鱼片做胶原蛋白 我们已经发展出很多高价值的产品出来 那最近有一个做法是想要把无锅鱼的鱼片做成我们眼角膜的替代品 因为全世界很多人因为眼角膜受到损伤而失明 那眼角膜大家晓得是非常珍贵的 只有很多捐献的人资源提供以外很少有替代的东西 那我们发现无锅鱼的鱼片刚好跟我们眼角膜里头的支架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用它做一个支架然后去发展出一个人工的眼角膜 这是一个产品的转移就是我们把传统的养殖鱼业呢 它产出的东西从实用的变成医疗用的变成化妆品 甚至变成非常高单价的像眼角膜这一类的 眼角膜如果做出来的话一片鱼鳞它转换出来的价值就是台币30万 这是一个很大的价值所以整个鱼业我们觉得在21世纪啊 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些思考上的改变 而不是用传统的方法在量的方面去做增产 应该在质方面做提升在价值方面的所谓的附加价值方面的提升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鱼业才能够在国际上具有更高的竞争力 李教授在讲我们台湾的鱼业政策的改变呢 其实也某角度来讲是一种我们鱼业产业的改变 那希望以后也能够走到您期望的过程中间 就是未来可能变成一个非常高附加价值低环境成本的那个境界 在这边我忽然想到讲一句话就是说您刚刚提到那个鱼业的捕捞 然后在过去的几十年可能是五十年可能八十年的鱼业的变化 其实最近有一本书翻译的书它本来是欧美的一些做海洋环境的 或者是海洋政策的指定的参考读物 那它翻译出来的名字叫做猎杀海洋 事实上人类去从海洋中间过度的捕捞可能从一千一百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只是这个循环一直在出现 那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这本书 说不定对您刚才讲的这些事情更是这个心有所感 古今辉映 不过讲到这边我们剩下时间也不多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一个有对台湾的渔业 包括自己亲身去做研究的人 有三十几年四十年的这种经验的人 可不可以对我们做一些很简单的一个回顾好不好 好 我觉得早期的时候很多人把台湾定位海岛国家 所谓的海岛国家 海岛国家是什么呢 它本身是土地的资源很有限 周边被海洋包围 但是海洋变成是一种屏障 我们走不出去别人也不容易走进来 这是海岛国家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要思考台湾是海洋国家 什么是海洋国家 跟海岛国家有什么差别 海洋国家就是虽然我们土地资源有限 但是海洋是无限的 我们走出去世界走进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能够善用海洋 那我们必然会发展成为海洋国家 如果我们自己封闭自己 我们就是海岛国家 南太平洋有很多国家 甚至于它的土地面积超过台湾 但是因为它没有开发海洋的能力 所以它就永远停留在所有的海岛国家 那台湾最近几年来 特别是解研之后 我们发现台湾的活力都动起来了 特别是在海洋方面的 不管在科技 在海洋资源的利用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跨出了海岛国家 而进入所谓的海洋国家 我们已经脱胎换国 那刚刚方教授提到 猎杀海洋 其实这是值得人类去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海洋 因为海洋资源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其实生物资源是有它的极限性 所以在发展渔业的过程中间 我们必须要审慎的评估 我们的鱼捞的行为 对渔业资源到底产生多大的影响 另外现在科学家 特别更重视的一点就是说 鱼捞的对象虽然是 比如说我们鱼捞 我们对捕捞的对象是鱼 但是并不是因为鱼的数量减少 我们要对鱼业有所调节 而是鱼减少以后 整个海洋生态系改变了 因为鱼会吃其他的鱼类 那其他鱼类会吃更小的鱼类 它有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所以当我们改变一个鱼类的数量的时候 它必然整体的生态系会受到影响 我们把这个称作叫生态系的过渝 生态系的过渡渝老 而不是个别鱼种的过渡渝老 因为你改变了鱼种的数量 改变了整个生态系 第三海洋是给我们做一个 深的形式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用个比较所谓的 global view 全球的视野去看海洋 而不是用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个地区的鱼业生物的数量的变动 是应该全球性的 我们不要忘掉 海洋是沟通了全世界的不同的国家 它是没有疆界的 97%的水都在这海洋里头 我们如果去善用这海洋 才是我们永续的经营之道 今天实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 它从一个南投的 连海都看不到 连海味道都闻不到的地方 它居然谈到了全球的海洋的政策 以及台湾在全球海洋政策里面 所经过的以及扮演过的角色 我不知道 这个南投 从南投走到这个海洋中间 除了您亲身的经历以外 因为您一直在这个政策的部分 有没有在其他的你的长官部分 也给您这个有相关的资源 我是说鼓励你从封闭的线份 走到无尽的海洋世界 其实我从一个山区的线份 走到海洋这个世界 这个距离算是很遥远的 因为我走了大概二三十年 才开始接触到海洋 那这个过程中间我曾经被质疑过 有一位长辈叫林洋港先生 他是南投人 算是我的乡长长辈 他有一次就跟我讲说 李健全你是在南投出生 又没有靠近海 你怎么去当渔业处的处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也必须要有相当有趣的回答 我就说 那时候他是当副院长 我说报告副院长 南投县虽然不靠海 但是我们有个大港叫林洋港 他就笑了 其实这里头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台湾真的是 你只要愿意走出去 你都可以接触到海洋 前一阵子我到政大去做一个演讲 我就告诉政大的学生 我说你们多久没有看到海洋 很多学生说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海洋 我说我们海大的学生很荣幸 天天看到海洋 但是呢 我不曉得他们珍惜不珍惜 他们这样一个机会 台湾给我们很多机会去接近海洋 去跟海洋对话 但是很多人忘掉了 以为海洋是相当难以接触的 相当难以了解的 海洋当然是非常深奥 但是只要你愿意去接触 你总会找到一扇窗 一扇门 从哪里你会进入 所以啊各位朋友 当然是先找到一扇窗嘛 就是海洋之窗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今天这集节目 以及我们一连串的节目 让各位能够走出海岛 进入海洋 欢迎您下次再收听我们的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